欢迎大家收看由沙家缅导食物环境卫生署所介绍的 如何取得一张绿色牌 想知道多些关于州和地方的食物安全要求 食物环境卫生署简称为卫生局可以帮到你 卫生局有所有你需要的资讯 并且可以提供需要的培训 以下这一段录影会教你关于五个经常见的主要违反 可以直接导致食物中毒 同时教你如何才可以符合食物卫生条例取得一张绿色牌 当餐馆超市成功通过卫生检查 餐馆超市就会领到一张绿色牌等同通过 沙家缅导卫生局有三种不同颜色的牌照 去评估一间食物超市的卫生程度 我们现在就首先讲一下关于这个卫生牌照系统 沙家缅导卫生局实施了一个颜色牌系统 来简单化餐馆超市的卫生检查结果 这个系统用三种颜色跟交通灯相似 当一间餐馆超市有一个或者以下的主要违反 检查员就会发出一张绿色牌 如果餐馆超市有一个主要违反 这个违反必须马上改正 通常收了一张绿色牌都无需重复检查 但如果检查时发现餐馆超市有两个或者以上的主要违反 检查员就会发出一张黄色牌 等同通过 但检查员会在72小时内返回餐馆超市重复检查 发现的主要违反都要在检查员离开之前改正 在重复检查期间 如果没有发现任何主要违反 餐馆超市就可以再次收到一张绿色牌 当餐馆超市有一个危害健康的主要违反 就会收到一张红色牌 而导致关门和暂停营业 危害健康的主要违反包括 水管浴室 有老鼠或者昆虫的踪影 缺乏水或者热水 无电 或者其他非常之不卫生的情况 颜色牌会在每次例行检查 或者重复检查后发出 而且颜色牌必须在大门五英尺之内贴上 保持直到下一次检查 卫生检查是由沙加缅道卫生局的检查员进行 除了检查之外 检查员是你一个很好的资源 可以提供食物安全的教育 或者提议如何符合食物卫生条例 经营者也可利用沙加缅道卫生局所提供的免费食物安全培训 想知道多些关于卫生局提供的免费服务 请浏览www.emd.satcounty.net 卫生局是根据联邦疾病控制预防中心颁布 导致食物中毒的风险因素来定主要违反 这些风险因素包括 个人卫生 保温温度 烹调温度 食物污染 和不安全的食物来源 为了确保食物的安全 市民的健康 和餐馆超市不会收到一张红色牌 导致关门暂停营业 千万不要触犯以下的风险因素 我们首先讲讲第一个主要违反 个人卫生 个人卫生是非常重要 因为顾员和顾客的食物是有直接的接触 所以就很容易由他们的身体和环境 传播细菌或者病毒到顾客的食物 几个简单方法就可以防止食物中毒的传播 例如开始工作之前 去完休息或者洗手间 和处理完生的食物的时候 洗手和换手套 如果洗手盘没有肥皂 纸巾或者冷热水就是一个主要违反 又或者如果洗手盘有物件阻拦 导致不可使用 都是一个主要违反 包括有物件在洗手盘的前面或者里面 导致不可使用 如果顾员处理完生肉 然后再处理生果和蔬菜没有洗手 又或者用对不干净的手 或者手指甲去准备食物 都是一个主要违反 除了一个简单的结婚戒指之外 如果顾员有任何崩带 水泡 红尘 手指甲油 或者带有花纹的戒指 都需要戴手套工作 如果工作有变换 或者手套被污染 必须马上掉了手套洗手 然后戴上新手套再继续工作 保持一个干净和储存足够的洗手间 对于防止食物中毒都是很重要 主要违反包括 没有厕纸 没有肺炎 或者纸巾用来洗手 如果顾员有嘔吐或者辐射的症状 法律上他们是不可以在餐馆超市内工作 这也是一个主要违反 当顾员患病的时候 他们就要留在家 才可以防止传播食物中毒的风险 请回答以下的是非题 顾员在开始工作之前 或由洗手间返回工作崗位后 必须洗手 正确 为了防止细菌和病毒 由顾员的身体 或者环境传播到食物 所有个顾员开始工作之前 或者由洗手间返回工作之后 都必须洗手 如果一名顾员经常洗手 即使他们幻想病 都可以继续工作 不正确 顾员带病工作是一个主要违反 如果餐馆超市的顾员有嘔吐或者腹射症状 而继续工作是不合法的 当准备完生的肉类 然后准备即食的食物 是不需要洗手或者换手套 不正确 当准备完生的肉类 然后准备即食的食物的时候 然后不洗手或者换手套 可以传播有害的细菌 到食物或者客人的身体 在沙加面道 带病上班的顾员 已造成过极大的食物中毒爆发事件 某一些食物 例如肉、饭和豆 是很容易让细菌繁殖 然后导致顾客食物中毒 因为这样 保持食物在适当的温度是很重要 将食物保持在华氏41度以下 或者华氏135度以上 可以将细菌的数量减到最少 保持食物在41度到135度之间 是不适当的温度范围 如果食物留在这个温度范围超过4个小时 就不可以让客人进食 另外如果食物保持在华氏51度到130度之间 是一个主要违反 为了保持适当的保温温度 所有的雪柜一定要有温度计 放在最暖的位置来观察温度 当需要摊冻热的食物的时候 摊冻的过程必须尽快进行 防止食物在华氏41度到135度之间太久 食物可以摊开在一个薄盘 藏入冰内 又或者两个方法一起用 和经常搅拌是两种很有效的方法 在摊冻液体的过程中 也可以用一个空心的容器 装满水后放入冰箱结冰 然后放入食物内洗到食物尽快降温 无论使用任何方法 食物必须在两个小时之内 摊冻到华氏70度 然后在四个小时之内 摊冻到华氏41度或者以下 当解冻食物的时候 温度和时间控制都是非常重要 以下有几种方法可以用来安全地解冻食物 可以提前一两天将食物由冰箱转到冰箱解冻 但是就需要你预先计划需要的食物数量 可以放食物在冻的自来水下面冲 但是不可以超过两个小时 而自来水必须浸过食物整个表面 可以在烹饪的过程中解冻 对于解冻某一些食物 例如窩贴是很有效 又或者可以用微波炉 例如可以用来解冻墨西哥肉卷 当生的鸡肉放在华氏60度室温的台面上解冻 是一个主要违反的例子 哪一组的食物是不适合放在华氏41度至135度的温度范围 第一组 米 酸姜或泡菜 整体的蔬菜水果 酱油 玉米片 第二组 煮熟的豆类 切开口的即食瓜类 蒜头油 煮熟的面条 饭 第二组 因为第二组的食物含有湿气 蛋白质或淀粉 和可以让细菌繁殖 以下哪一种解冻食物方法 可以导致主要违反 在冰箱内解冻 在冰的自来水下冲不超过两个小时 在烹饪的过程中解冻 在室温的台面上解冻 在室温的台面上解冻 食物应该尽快解冻 防止食物留在不适当的温度范围太久 食物中毒每年已经导致3000个死亡个案 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很多生的食物已经有细菌 所以一定要煮到十分熟 才可以安全进食 加州卫生条例要求不同类型的食物 需要煮到指定的温度 每一种食物一定要煮到以下的温度 鸡蛋 包含有鸡蛋的食物和猪肉 一定要煮到华视145度 搅碎牛肉 和包含有搅碎牛肉的食物 一定要煮到华视155度 最后鸡肉、火鸡 和其他加禽类 一定要煮到华视165度 另外在每次重新加热食物的时候 一定要尽快达到华视165度 防止细菌繁殖 蒸气保温台或保温柜 是不可以用来重新煮热食物 如果食物已经存放在不适当的温度范围内 细菌可能经已在食物内产生毒素 而这些毒素是不可以通过 重新加热到华视165度来清除 温度计可以用来检查食物的内部温度 确保达到需要的温度 最理想的温度计是可以检查 由华视0-220度的范围 在烹调的过程中 每一组的食物都有需要达到的 安全温度 你可以说出每一组食物的烹调温度吗 鸡蛋包含鸡蛋的食物和猪肉 华视145度 搅碎牛肉 包含有搅碎牛肉的食物 华视155度 鸡肉 火鸡和其他家禽肉 华视165度 温度计一定要调准才可以用 温度计可以用冰水或滚水方法来调准 对于冰水方法用一个保温杯 装满一杯碎冰 加冻水等冰和水混合到华视32度 然后放温度计进去杯中心 对于滚水方法直接放温度计进去滚水 等到针停止 如果用冻水方法用钳 转动温度计的罗姆到华视32度 或者如果用滚水方法 转动温度计的罗姆到华视212度 很多食物都带有细菌 但是可以在烹调的过程中撒除细菌 所以生食物的汁 或者用来处理过生食物的用具 就不应该接触已经煮过 或者不需要煮的食物 是很重要的 如果有接触这种食物就已经被污染 以及可以导致顾客食物中毒 如果一个砧板用来切生鸡肉 然后再用来切菜之间又没有消毒过 这一棵菜就有可能被生鸡肉的细菌污染 如果一些生肉的汁 在冰箱里滴了下去熟的食物 或者需要煮的食物 就是一个食物污染的例子 为了减少污染食物的机会 当存放食物在冰箱或者冰箱内 保持即食的食物 和蔬菜在上架或者离开生肉 准备食物的用具 例如切肉机 切完生的肉 应该拆开来洗和消毒 先再用来切即食的食物 即使全日切同一样食物 切肉机都需要在每4个钟 拆开来洗和消毒一次 如果切肉机即有肉碎超过4个钟 就是一个主要违反 刀和砧板都一样要经常洗 和储存在一个干净的地方 防止交叉污染 用来装食物的容器 一定都是要洗和消毒过才可以用 但是紧记之前用来装过化学物品的容器 是不能用来装食物的 防止食物污染的关键 就是有一个好的系统去清洁和消毒 我们现在看看 如何用三格水池来洗盘碗 如果没有用洗碗机 或者洗碗机坏了 三格水池就可以用来洗你所有用具 第一格水池应该用热水和洗洁精 第二格水池应该用温水冲 第三格水池应该装满适当的消毒水含量 盘碗应该要浸过消毒水后 然后再封干 准备食物的台面都是一定要经常消毒 而毛巾用完一定要浸在消毒水桶内 热水都可以有消毒的效用 但是热水一定要达到华氏180度或者以上 注意以下的主要违反 如果顾完洗盘碗的时候没有用消毒水 如果用洗碗机的时候没有消毒水 如果高温洗碗机没有达到华氏160度 等同入水管没有达到华氏180度 或者如果盘碗表面看下有污染 为了要防止主要违反 经常用试验纸去检查消毒水的含量 6和4组安是不同的消毒水 所以需要不同的试验纸 这些试验纸应该每日用来检查三格水池 洗碗机和浸毛巾桶的消毒水含量 保持餐馆超市有冷热水供应和畅通的排水管 对经营一间卫生的餐馆超市是很重要的 如果餐馆超市内没有水 热水炉坏了 水管于塞 洗手间不可使用 这些全部都是主要违反 会导致收到一张红色牌 当检查员评估餐馆超市的卫生程度 会看看有没有污漬 油漬 或者旧的食物碎 因为清洁不足而积累 如果污漬太严重 会导致食物污染 都会是一个主要违反 餐馆超市有鼠类 蟑螂或其他昆虫 例如大量的蜗是一个主要违反 如果有活生的蟑螂或鼠类排泄物 都是一个主要违反 而有可能会导致关门 如果有新的鼠类排泄物 在超过一个地点 都有可能会导致关门 如果没有装有沙门或沙窗 其他预防方法 包括保持关上所有的门和窗口 门缝空隙不可超过四分之一英寸 到晚上密封所有的食物 和清掃所有的食物碎 保持地板干爽 经常检查和保持 貼昆虫的胶水纸 圆长逼放 监测鼠类或昆虫的活动 任何杀虫剂一定要由一名 持有害虫控制牌照的人员所使用 请回答以下的是非题 当生的食物 如果接触到熟或即食的食物 是一种交叉污染 正确 食物配置设备 例如切肉机 砧板和刀 当准备完生的肉类 都不需要经消毒 先准备即食的食物 不正确 你可以混合漂白水和清水 或者四组胺和清水 来配制消毒水 当用漂白水 来配制消毒水的时候 加一瓶盖的漂白水 进入大约一加仑的清水 四组胺通常是片极形式 或者是桃红色液体 跟标签指示去用清水 稀释四组胺 达到适当的分量 每一间餐馆超市 一定要可以分辨出 所有食物的来源 如果餐馆超市 不可以分辨出食物的来源 这些食物就不安全 和不可使用 在产品上找适当的食物标签 例如美国农业部的标记 在一间私人住所准备的食物 都算是不安全的来源 其次,检查食物供应商 是否在一个卫生的环境下 运送你的食物 如果雪硬的食物有解冻的迹象 就不应该接收 如果蔬菜有被昆虫污染的迹象 也不应该接收 食物已经被供应过给客人 是另一个不安全的来源例子 例如食物放在一名顾客的桌上 就不可以将这些食物提供 给另一名顾客进食 主要违反例子包括 重复用前顾客留下的芽菜或铅饼 给另一名顾客 重新装满前顾客留在櫃面上的 调味汁给另一名顾客 供应或出售私人住所准备的食物 例如米糕、粽或豆类 又或者供应一只从打猎得来一只鸭 请回答以下的是非题 是一个私人住所种植的食物 可以在餐馆使用 不正确 餐馆超市只可使用 经已被批准和核实的食物 顾客没有碰过的食物 是可以供应给另一名顾客进食 不正确 一旦食物供应给客人 就不可以给另一名客人进食 或者用于做其他食物 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估计 每年有4800万的食物中毒个案 清楚明白这五个主要违法 可以保证食物的安全和质素 并且可以保证顾客的健康 记住每一个雇员在餐馆超市内工作 都有责任防止食物中毒 沙加面道卫生局 可以帮助你得到更多信息 或者培训 你的检查员是你最好的资源 可以解答所有食物安全性的问题 请直接联系你的检查员 或者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emd.satcounty.net 得到最新的资讯和免费的服务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